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说关于七夕的情诗当属这一首 七夕的起源来自于牛郎之女的传说 这个悲伤而又富有浪漫色彩的故事 使人们对爱情产生了无限的向往 有趣的是这首被后代世事流传的名作 却没有留下作者的名字 但想必它象征了无数人的心意 才能流传至今 可以说这首诗的作者并非一名 而是叫经典 词的代表作《雀桥仙》 仙云弄桥飞行传恨 银汉条条暗度 金风玉露一相逢 便盛却人间无数 柔情似水 家妻如梦 忍故 雀桥归路 两情若是久长时 又岂在 朝朝暮暮 这首词借牛郎之女的故事 表现人间的悲欢离合 歌颂爱情的坚真诚挚 最后一句 两情若是久长时 又岂在朝朝暮暮 更是被传送为千古名句 之所以经典是因为 它象征了无数异地夫妻 情侣的执着 只要两情至死不渝 又何必贪求 轻轻我我的召唤穆勒呢 歌的代表作《上爷》 上爷 我欲与君相知 长命无绝衰 山无陵江水为节 东雷阵阵下雨雪 天地和乃敢与君厥 面对爱情有多坚真 才能发出山无棱 天地和乃敢与君厥的誓言 这是一首情歌 也是女主人公 忠贞爱情的自诗之词 此曲由汉代流传至今 给予无数此曲作者 无限的灵感 皆因它准确地表达了 热恋之人特有的绝对化心理 且气势豪放 感人肺腑 富的代表作 凤求黄 情歌 有一美人兮 见之不忘 一日不见兮 思之如狂 凤飞翱翔兮 四海求黄 无奈家人兮 不在东墙 江琴带雨兮 聊写中长 何日见许兮 为我彷徨 愿言佩德兮 携手相将 不得于飞兮 使我沦亡 一曲凤求黄 成就了司马向儒 和卓文君的千古爱情 这个故事被人们公认为 才子佳人的爱情典范 向儒自欲为凤 比文君为黄 表达出来的感情热烈奔放 而又深至缠绵 融合了处辞骚体的 以你绵渺 和汉代民歌的清新明快 为后人所不能逾越 巨德代表作 我一辈子走过许多地方的路 行过许多地方的桥 看过许多形状的云 喝过许多种类的酒 却只爱过一个 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沈从文至张兆和 如果要评选民国最美情话 沈从文写给张兆和的这句话 绝对可以名列前谋 沈从文对张兆和可谓是 一眼便认定的一辈子 奈何沈从文不善言辞 最后还是在情书的攻势下 才成功打动了张兆和 此后两人相守树诗在 风雨相依 终成就一段良言佳话 那好了今晚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是映游 祝您七夕节快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是哭 你是笑 你是难得的做 你是悲 你是心 你是肆语的风 明镜与点点栏目